各位好 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1922年6月16号的凌晨2点 在广州担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得到了秘密报告 刚刚被自己免职的前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将会在这一天率部围攻总统府 并且将会炮轰自己的住所 很快 孙中山就被安排迅速离开 登上了一艘名为永丰的舰艇去避难 半个小时之后 他就看到了总统府的滚滚浓烟 来到永丰见的第二天 孙中山就给一个人发了一封集电 集电说 市紧急盼宿来 这个能够让孙中山在危难之中想起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蒋介石 1922年1月25号 在浙江西口为母亲居三位蒋介石 从上海启程去到香港 租立只小船入过海面进入珠江口 四天的航程过后 他焦急的登上了永丰见 在这里 他见到了惊魂未病的孙中山 蒋介石过去得到中山巡人的电报之后 从来没有这么迅速过 而这一次6月18号接到电报 6月20号立即从家乡赶赴广东 那么为什么呢 蒋介石尽管对陈锦明认为他避判无疑 但是他无论也没有想到 陈锦明居然敢炮轰总统府置中山巡人死地 他没有想到 所以他立刻赶到广东来 一年前的1921年4月 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 他的构想是以广东为根据地 北上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 推翻北京政权 建立一个自己心目中真正的民国政府 陈锦明领导的粤军 是孙中山在军事上的重要依靠之一 然而对于北上革命 陈锦明一直另有看法 他的观点是 与其劳民生财北上革命 不如在广东施行联省自治 先把广东建设好 对此被孙中山安排在陈锦明手下任职的蒋介石 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他看来 陈锦明所谓联省自治 其实就是想搞独立 想对抗孙中山 蒋介石甚至向孙中山指引 陈锦明向三国中的谓言 脑袋里面有根反骨 在1921年中山先生准备从广西北伐的时候 那么蒋介石就发现陈锦明对此非常的不积极 所以蒋介石在1921年给中山先生写一封信 告诉他陈锦明这个义统 但中山先生不以为然 那么这之后蒋介石一而再 再而三的写了好几封信给蒋介石 给中山先生 暂时给中山先生写了好几封信 都是说陈锦明将来是避判无疑 在担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时 蒋介石曾经将军队驻扎于破近广州的赵庆三水连地 以防陈锦明有不测之决 他同时向孙中山建议 先倾内患再吐中原 中山先生还是对蒋介石的提醒呢 没有太在意 那是因为什么呢 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因为中山先生要北伐 要安定内部 不希望在北伐之前呢 内部有所内讧 所以当时呢 蒋介石多次提醒陈锦明 中山先生也没有对此呢 就是对陈锦明反目 陈锦明立主连省自治 而不是北伐革命 对此蒋介石心怀不满 而孙中山不但没有清算陈锦明 甚至还不断给他增加关闲 对此蒋介石又深感失望 最终蒋介石以侍奉老母为友 告假还乡 这一回就是一年半 在这一年半中 父亲闲居在家的蒋介石 或多或少了解到 孙中山与陈锦明的关系 在一天天恶化 北伐大局也因此举步维艰 然而或许蒋介石没有两半 陈锦明最终会套平所功夫 把孙中山逼向绝路 作用的局面让蒋介石没有任何也做不住 于是在得到消息后 他火速从浙江老家赶到了广州 中山先生在海上蒙难 蒋介石立即登舰前往 跟中山先生在海上共同战斗 特别是在一个炮台那儿 经过那炮台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当时想象中可能对面山上就是一个炮台 结果没想到两边都是 所以当时两面炮台齐发火 陈锦明就要置中山原死地 所以最后在海上 这次通过这个炮台的时候 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这个永通舰重弹六次 伤亡也挺大的 由于内部的叛变 中山先生没有办法 而蒋介石跟中山先生 就在那个堕楼里边指挥 长达二十分钟之久 最后害怕中山先生遭到不测 请求中山先生下舰 自己在炮台上 在这个指挥舰上 在这个洞直接指挥 最后冲过了江林大雨 此时广州政治盛夏 燥热难耐 永峰先生还急缺青彩与淡水 在指挥战斗的间隙 蒋介石冒着炮火 亲自为孙中山上岸寻找食物 运送淡水 晚上他何以躺过于甲板之上 俨然孙中山的贴师侍卫 面对陈炯铭部队 向永峰剑发起了围攻 蒋介石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 应对复杂危险的局面 并亲自指挥每一城战斗 被捆于永峰剑上的孙中山 曾经对外国记者发出感叹 蒋军一人来此 不止增加两万援军 这件事情呢 当然后来孙中山是对蒋介石是挂目相看 对他是非常信任 秦王啊 那么所有的人都离他去的时候 蒋介石跳出来 那么支持他 这当然是得了他绝大的信任 还有 蒋介石得孙中山信任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些投机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也是他表明他革命意志坚定的一个行为 是不是你支持孙中山 你不要顺加性命了 去上线 本身也是证明你是革命意志坚定 8月9号 在蒋介石的亲子护送下 孙中山登上了明月反护的人船 此时 永峰剑已经在炮火中坚省了50多天 这样的50多个日日夜夜 后来被蒋介石写进了 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中 孙中山不吝笔墨为这本小书作序 序中有这样的感叹 沉迷之变 届时复难来月 入见日事余策 而愁策多众 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深 我父蒙难之时 东建与之同生死共患难 如此经历 为蒋介石日后的政治生涯 扑下了极有分量的一块电击石 从永峰剑上脱险后 孙中山决定回师讨伐陈俊明 1922年10月 他将拥护自己的北华军 改组为东陆考贼军 并任命蒋介石 为东陆军司令部参谋长 几个月后 陈俊明被迫放弃广州 率部退守东江 1923年3月 孙中山重返广州 成立大元帅大文明 任蒋介石为行营参谋长 这一植物虽不显眼 但蒋介石从此 却是调到孙中山身边认识 无论参作军舞 谋划骑兵 还是赶赴前线位等将士 孙中山的身边 总能看到蒋介石的身影 永峰剑上和孙中山共生死的这五十多天 蒋介石获得了孙中山的完全信任 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于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孙先生 蒋介石和当时无数的热血革命青年一样 只能是仰望 只能是追随 蒋介石的事业是孙中山帮他扶上马的 而在上马之前 是另一个人帮他带上了路 1906年19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想学习军事 在那里呢 他结识了陈其美 并且结拜为兄弟 此后的十年 正是通过这位盟兄蒋介石不仅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而且有了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 也是得于陈其美的撮合 孙中山和蒋介石走了越来越近 1911年的初秋 就读于东京政务学校的蒋介石 正在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实习 一天 他收到了陈其美从上海发来的家籍密电 内容为赶紧回国参加战斗 此时的陈其美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武昌企业告结后 陈其美在上海测读新军响应 军事将来的缺乏 让他想到了远在日美的蒋介石 10月30号 蒋介石底部后立即到陈其美处报道 那时还未从日本军校毕业的蒋介石放弃了毕业证书 或许在他看来 陈其美的召唤是一个千载难浮的机会 那么他受命去参加了攻打杭州的战斗 那么在攻打杭州的战斗中 蒋介石带领赶死团 非常英勇 最后的结果拿下了杭州城 而且是生活成勤了 这个浙江的巡抚 所以为辛亥革命呢 立下了汗马之功 也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参加辛亥革命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上海光复 那么陈其美呢 就让蒋介石当了护军第五团的团长 上海宣告独立 是武昌起义后一次重大的胜利 对此 孙中山不止一次的夸赞陈其美 说他在上海撑起了革命的搭局 随着陈其美地位的上升 孙中山自然也知道了 他手下有一个骁勇善战的军事人才 叫蒋介石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陈其美与蒋介石结盟为兄弟 并立下誓言 安危他日中虚正 甘股来时要共产 后来陈其美还请孙中山 将这一誓词写成条符 专门送给了蒋介石 陈其美与蒋介石互称蒙兄之后 两人的情谊日渐加盛 对于兄长陈其美 素怀感恩之心的蒋介石 更是言听计从 从不怠慢 一天 陈其美找到蒋介石 请他想办法除掉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上海光复 其实也有陶成章之功 他领导了光复会 和同盟会一起 参加了上海的战斗 然而 上海光复后 无论是护军都督职位的争夺 还是光复会 与同盟会的合作谈判 陈其美与陶成章 都多有复合 在一次合作谈判中 两人发生激烈争吵 陈其美甚至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这一切 作为陈其美的蒙兄弟 蒋介石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蒋介石对陈其美 应该说是非常重诚 哪怕 陈其美让他干一些 应该说是过格的事情 那么为了陈其美 蒋介石也敢于负这个责任 比如说 杀这个光复会的首领陶成章 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那么都知道光复会的首领陶成章 跟陈其美之间矛盾是很激化的 那么最后 陈其美为了除掉陶成章 就启用了蒋介石 其实除了陈其美 陈其美陈成章与孙中山也一纸不合 他曾经多次参与岛孙实践 在公开场合批评孙中山 武昌起以后 孙中山从国外回来 陈成章其指责他 在南洋筹来的款项实力不大 孙中山来讲 在当时 就彭文会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 可以说是非常剧烈的 除了黄欣孙教仁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之外 像陶成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陶成章一直是反孙文 反中山先生最得力的一个人 既与自己的盲凶陈其美不合 又对大总统孙中山不敬 这样的人物在蒋介石看来 除掉又何妨 于是当陈其美向蒋介石 受益杀掉陶成章时 蒋介石爽快的答应了 这个人暗杀陈成章 是蒋介石干的 这大伙都知道 蒋介石是受陈其美的旨意 是吧 我这个我就不赖 但是肯定是 这叫吸旨 在过去来讲 这叫吸旨 希望的吸旨意的旨 就揣测圣意 一看主上对谁不满意 我去把他弄死了 1912年1月14号 陶成章在上海遇刺身亡 孙中山文训立即验电 缉拿凶法 陈其美也开出了1000元的价格 悬赏缉拿凶手 然而 陶成章遇刺案最终不了了之 蒋介石听从陈其美的安排 远赴日本一笔封淘 许多年以后 蒋介石在日记中 毫无避讳的这一切道 女子诸陶 来出于为革命 为本党之大义 由于一人刺刃弃责 毫无求功求之之意 蒋介石认为 自己后来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与重用 跟刺杀陶成章这件事情 过多过少有些关系 只是孙先生 后来从来没有再提到过这件事情 蒋介石怎么能够在 孙中山这么大量的干部队伍当中 怎么能够脱颖而出 我觉得可能是一条很重要的 就在辛亥前后 这种同盟会的这种整合 同盟会在这个整合过程当中 做了很多这种内部的这种派遣 有点像我们讲 就是薛平这个山头吧 就因为同盟会 我们知道在他革命的这个 就是十几年过程当中 逐步形成有光复会 清风会 有各种派系 那么这种各种派系呢 就是实际上在新洋革命爆发之前 爆发前夕 矛盾都达到了一种顶点嘛 新洋革命爆发了这个之后 同盟会内部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力量整合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力量整合当中 就是不听的 不跟随主流的 那么肯定会干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蒋介石在这个中间 可能是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他这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呢 可能也就使他在孙中山 一大批的青年追随的当中 就脱颖而出 陶成章遇刺后 蒋介石暂时必居日本 陈其美则是一如既往的 在孙中山面前夸耀蒋介石 称其言语踏实 见解透辟 且精通军事 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 是同盟会里难得的人才 1913年 在陈其美的引荐下 蒋介石见到了 仰慕已久的孙先生 蒋介石对石中山大严是充满了敬佩之情 一个像那时候年轻的人 一个革命导师的敬佩之情 石中山本人和蒋介石也是相见甚欢 相见恨晚 觉得石中山这个人谈了很长时间 据蒋介石自己回忆说 第一次见面 中山先生跟他讲 你作为革命党的军人 就应该得记名利 应该为党国牺牲奉献 所以给蒋介石呢 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与孙中山回面 蒋介石一身世观之福 意气风发 因为早有准备 在与孙中山的交堂中 蒋介石应得了自如 且严谈之间有一番自己的见地 那一天的临走之际 孙中山对蒋介石不令夸赞之词 趁他将来必会成为革命的东洋 青年的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13年9月 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因为被通缉而逃亡到日本 失忆之中带着愤懒 他固执地认为革命陷入低谷 原因就在于同党人心涣散 很快一个全新的党派 中华革命党在孙中山的一手操持下诞生了 在他亲自拟定的入党试约当中写明 入中华革命党者需 勇守此约至死不渝 如有二心甘受其行 为了表示对党魁的效忠 每一位入党者除了要立试约 还需要加案指印 据说这样的做法是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 而作为陈其美和孙中山所共同倚仗的军事人才 蒋介石同样对此表现积极 成立了中华革命党 蒋介石是第一个从大陆过去参加中华革命党的 宣誓向孙文个人效忠的 那么你当然从这个背景上来看 蒋介石得到他的孙中山的认同也是很重要 陈其美跟蒋介石表现的特别偷出 他们愿意按手印 愿意向中山先生宣誓教终 愿意跟着中山先生继续革命 所以在二次革命测背是 中华革命党组党的过程之中起的作用 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影响中山先生对他们也是表现 给予了积极肯定 1916年5月18号 陈其美因党派纷争 在上海法租界被杀手枪杀 我们蒙兄死讯 蒋介石立即赶到上海 腐蚀土窟 之后将成的遗体转移到自己的家里 用巨款购置了一具官物 为蒙兄罚丧 陈其美被暗杀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人敢给陈其美收尸 蒋介石就跑到大街上 抱着陈其美的尸首 就抱头痛哭 然后后来帮他收尸 帮他收敛 然后又写了一些祭文 祭祀 祭奠陈其美 这些都是其实孙中山都知道 那么他当然觉得这个人非常忠心 所以后来就力挺 蒋介石 1923年的春天 担任大元帅府参谋长后不久 蒋介石得知 孙中山接受苏联邀请 即将派代表团访问考察苏联 这让很早就关心苏俄革命的蒋介石兴奋不已 他觉得这个机会当然的应该属于自己 访苏之所以蒋介石能够代表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访问 这个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这个时候应该说孙中山对蒋介石已经是相当选人 那么为什么让他去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么几个因素 头一个因素是蒋介石当时对俄国非常的推崇 所以当时他就特别想到苏联去考察 他的愿望是非常明显的 这头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他当时给中山先生建议要学习俄国的做法 那我们都知道以俄为师是中山先生一个主张 但是蒋介石呢 跟中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支意见 1923年的8月16号 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以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 历时三个月的访问期间 蒋介石不仅会见的托尔茨基加米涅夫等苏联政要 还着力考察了苏联的军事院校兵工厂 以及红军的编制管理及政治工作 然而这一次的访问对蒋介石而言更像是一场恶梦 在访问苏联期间 他的理想和信念全都动摇了 为什么呢 他到苏联去以后 他的结论是 他说苏联并非是真正帮助中国 为什么呢 他说苏联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是建立资产的共和国 而苏维埃 苏联宣传的是苏维埃制度 而苏维埃制度是共产党人搞的 最后要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要建立共产主义势必要影响到自然的利益 那么还有一个看法呢 就是他到苏联以后呢 对苏联的阶级斗争的做法本身 他表示不在 孙以仙博士代表团结束访苏回到上海后 蒋介石只是将一份草草拟救的留额报告书 寄给了孙中山 随后他就静止回乡探心去了 也许他并不想把自己眼中的苏联呈献给孙中山 就在这个时候 苏联政府令邀派出广州的一位长蛇代表 到达中国 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和筹办军事学校 不但估计在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马林 这个人非常有能力 他的马克思维水平比较高 而且具有非常好的实践经验 他曾经到桂林以后 给孙中山谈了谈话 谈话以后他提了三条建议 三条建议 其中有两条建议 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建立一个 国民党自己控制的军队 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建议 而且表示共产国际愿意帮助他 建议怎么样的军队 所以这个开始呢 国民党就开始准备筹建 这个黄埔 就黄埔军校 得知孙中山有意建一所军事学校 蒋介石自然是兴奋万分 因为他多年以来的一个志愿 就是新办一所军事学校 按照自己的理想来训练有志的革命青年 在访问苏联期间 蒋介石曾经仔细考察过 苏联军事学校是如何管理和训练的 没想到这些考察的所得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924年5月 广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 蒋介石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当成了校长 蒋介石创建黄埔军校校长的人选上 没有第二人跟他争 那是因为什么呢 有这么一条银 头一条 蒋介石是陈其美推荐的 之二呢 就是蒋介石考察过苏联的政治和军事 那么蒋介石的心目之中 已经确定了这军校校长的人选 就是蒋介石 1924年6月16号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典礼由孙中山亲自主持 在致辞中 他不无感慨的坦言 开办这个军官学校 独一无二的希望 就是创造革命军 来挽救中国的威望 致辞完毕后 孙中山将黄埔军校的校印 郑重地交给了校长蒋介石 在如雷般的欢呼声中 结果效应的蒋介石 陶醉于万众主命之中 那一刻 他或许有着万般的感慨 对孙中山的感恩 对陈其美的怀念 以及对从今以后 所负重任的忐忑不安 黄埔军校开学后 蒋介石全力以赴 无论军事训练 还是政治教育 均严格要求 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 而孙中山 则是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亲离学校检查工作 听取蒋介石的汇报 还特地为黄埔制定的校训 亲爱经常 1924年11月13号 孙中山乘坐永锋舰 从广州来到黄埔军校 这是他第五次 也是最后一次视察黄埔 在巡视完黄埔军校后 孙中山拉着蒋介石的手说 尽管黄埔学生 能忍苦耐劳 努力奋斗如此 必能既无知革命事业 必能继续我之生命 实行我之主义 1925年3月12号 孙中山辞世 蒋介石在寄到孙中山的时候 坦承自己和孙先生是 二十年相从 患难多而安乐上 对此多年以前 孙中山也有过同样的感叹 他在给蒋母王太夫人的 记文当中这样写道 文与郎君介石 有十余年 共力艰险 出生如死 蒋介石和孙中山第一次见面 牢牢记住了孙先生的教导 革命者应该成为无名的华盛顿 不计名利为革命牺牲奋斗 而孙中山去世之后 仅仅一年多 蒋介石就从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路坐到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的席位 可以说从一个无名的华盛顿 到了一个有名的蒋委员长 蒋介石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在新的历史关口面前 在纷乱的乱世之中 很快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 当然只是后话了 明天的节目 我们会讲述一个常年活动在幕后 可是却对国民党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 请留意收看孙中山和张静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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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